我們看到是中東富桃城 有還有人祝婚 這是今天在七點 有一個說家人住在高雄市 這個生意戰的男人 他實在就一台生活車 告訴中東富桃城的祝婚 這根本看到是 冠軍在打火的中 這個男人送他便宜 現在這個男人有生命的危險 因為這個男人的車庭 有查到這個書法 不說的記憶 這是不是他想要祝婚的原因 現在有一個重點調查 在中東富桃城 中正義分局的嚴謹 香港人是為了 想起國庆城不可以來做準備 不過早前七點 現在住在高雄今年七十一回的 暫時我們住 是塞到一台社會 修法不公機的生活車 為凱達哥蘭大道 是到外中京南樓停的 總統府頭前 樓車定會主婚 為另外一個角度民眾提供的外面 可以看到 這台生活車停在總統府頭前 整個廟前後車的旁邊是來出現灰燈 現場環境是冠軍來賣灰燈 中正義分局的嚴謹 看到以後立即拿滅火器 將曾蘭身上的火勢撲滅 並且通知救護車 曾蘭經醫師診斷 有百分之六十三度燒燙傷 有生命危險 目前插管治療中 在曾蘭身蘭主 所在車面上 發現車站有六公升 以及二十公升的汽油湯 裡面都有半湯的汽油 經常推斷曾蘭身蘭主 在樓下進行 就已經在行鋪店 來破汽油連後祝福 另外在車站 除了下有 修法不公的機 也發現他屬蘭主來控訴 修法不公的丁禁書 經常在跨林 曾蘭身蘭主的新聞料 是聯絡他在高雄的處理人 來幫他照顧 並且合作來調查 曾蘭身蘭主 選在總統府頭前 祝福的原因和動機 記者 充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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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